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餅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一個位在山裡的街道讓人有一種回到過去的感覺 讓我們花個兩三個小時 在諧丁某件房屋街道吃個飯 散個步、喝杯咖啡 當成德島旅遊的一個休息站吧 這裡位於德島縣西北部的美馬市 最方便的車站是雪崔站 從車站、搭公車加上走路大概15分鐘左右 江湖那明治時代 即也穿戴給德島西拉波這個區域繁榮 卯建房屋街道這個區域 作為阿波蘭與煙草的集散地 也同樣享受了無比富柔的時光 這裡保存了江戶中期到昭和初期的85棟建築 逾430公尺的道路上 也因為保存良好 這裡於1988年 被指定於重要傳統文化建築區保存地區 特色為街道兩旁的卯建防火牆 就是用房屋山形牆旁邊伸出去的側臂 也是有錢的代表 建議散步拍照後 走到古代燃爛倉庫風格的道之役蘭葬用餐 這裡二樓提供了德島縣當地迷產 阿波尾姬蒸籠飯 雞肉非常的軟嫩 山菜跟五木飯也是煮的恰到好處 美味 如果不是很餓 只想要稍坐休息的話 這裡有很多古名家風格的咖啡店 比方說Cafe角屋 剛剛提到協定保健房屋街道 離JR雪翠車站很近 如果也是從德島車站到雪翠車站 可以選擇搭乘觀光列車 藍機也穿小火車 藍機也穿小火車分成室內跟室外兩階的車廂 採用阿波蘭的色調非常可愛 跟站內的工作人員說再見後 電車也開始緩緩地向前進 到了石井車站後 我們轉到室外的車廂 聽著導遊講解這條路線上的風土民情 一路吹著涼爽的微風 看室外的美景 時不時跟熱情的德島居民打招呼 約80分鐘的車程 感覺馬上就結束了 JR雪翠車站下車後 就可以前往協定某件房屋街道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等一下